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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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出吃麦一饭的话 朝整过来 然后呢 因为这样呢 因为你太 只是 谈出吃麦多 其实我们到最后是要进入一个 不分别善恶的状态 就是你的头脑要不再分别这些 但是你也知道善恶 知道的 就是说 他是进入 但这个呢 一开始 因为你有喜气欲望 你知道你为什么被这个世界诱惑 或者牵引吗 是因为你自我 就是太在乎自己的角色啊 太关注自己 你比如本来的心态挺好的 别人说了一句 你心里你说嗯 别人骂了你一句话 你说嗯 佛说了 这句话是空的 但是马上你心里 其实已经不舒服 在你头脑里别说 佛说的 这个是梦怀泡影 我这句话已经过去了 我不能被他影响 但是呢 你心里边怎么这么难受啊 然后你马上就关注了自己的角色嘛 就是人是很在乎自己的角色的 就是说虽然是我在学佛 我把他这句话开空了 但是我心里很难受 那种难受好像你在忍辱啊 然后马上给他下个音 你看我在忍受 哎呀 我受了委屈 你看因为我学佛 我在忍 但是这个我其实已经是 有另一个渠道把自己强化 强化你在忍辱 你是一个佛子你在忍辱 你在修行菩萨道等等 但是这些 这些说法好不好也好 但是这样呢 你就我这边不空嘛 你就会受内伤 时间久了就会压抑 就是就是当当你一旦 一旦你察觉到你的觉寿升起的时候 你就深呼吸让这个觉寿放下 而不是给这个觉寿下定义 说哎呀 我这叫忍辱 哎呀 我这叫受委屈 哎呀 我这叫心菩萨道 哎呀 我叫我要空 你管他空不空 他本来空嘛 是吧 觉寿也本来空嘛 你给他下个定义空 或者有都不是不正 是无分别 对觉寿无分别 然后呢 心如如不动 头脑 然后 咦 我明知道那个是空的 为什么心里这样不舒服 好 但是这个不舒服 来了 我不能跟着他跑 否则你被这个不舒服转了 如果你一给他下定义 一难受就被他转了 然后你就停在这儿 深呼吸慢慢让这个觉寿 有时候有时候这儿不舒服 你就让他就像那水波 一下一下扩大 把他放到旋宇宙去 我就不信他能 他能那么难受 难受到旋宇宙去 其实我说的就是 把它调整过来 然后或者是 深呼吸只是这一块不舒服 或者这一块不舒服 但是不要认为我在受委屈 不要给自己任何一个定义 我在忍 那你忍不了的 那你委屈就流越受了 就是不分别 就是对自己的觉寿 本能的生起的这些反应 也不分别 也不要去把它空掉 也不要去认为它是有 就是心辱辱不动 这边觉寿在洗 那边骂你的话在想 这边觉寿也在起 也在起 但是你就不懂 觉寿骂你的话 两边同时存在 那你就在那不懂 这需要很强大的转位 辱辱不动的能力 有时候如果 如果是 我们对大部分人的骂还行 如果你很在意这个人 他骂你还是受不了的 因为你执着了 那就是 你在乎他就是执着了 你在乎他 他就不空 你就执着 执着的人说 你就在这里边修行吧 就需要修行了 如果不在乎他骂你 比如那个狗虫 你忘忘忘 你肯定不在乎 你说不用修乖空 你直接就空掉他 因为他就是狗嘛 狗能不叫 所以你就不会 不会说是 我一定要去修行 那个不用修的 就是你很在意的 这些人事 你才会修 为什么狗虫把它 空掉 因为你刚开始的空 对你来说 是一个 头脑建立起来的空 你是一个 空掉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虚空 或者是 是不是 头脑里面虚空 没说 这个事没说 但是你有信息的痕迹留下来 然后呢 或者是你不在乎它 也叫空嘛 就把它扔到脑后 但是这些都不是真空的境界 因为你最后要承到 是进入一个无分别界 无分别境界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你的头脑里面 就连本能的 本能的那种分别 都从二元对立的分别 撬出来了 就是连本能那些东西都没有 那个时候叫真空 所以从不动开始是被的 如如不动 你只要一动 我就随着分别 不是你啊 有自我 你怎么能不分别呢 所以金刚经理看到说 他到最后 歇除这种 歇除不分别 这个不动 如如不动 然后进入一个 头脑会进入一个 不生法相的状态 其实我们现在是被困在哪呢 就是我们会生 本能的分别是生法相 就是我一说扇子 你已经有带着过去 对扇子所有的了解 你在头脑中有相 成相 这个就是说 包括扇子 这两个字也是文字相 你说扇子 你已经想象 扇子是那样的 那样的那样的 大的小的 所以你否则 你怎么能听懂我说话 但是真空的位置是 里边你不生这些法相了 但是不代表你不认识这个扇子 这个真的是个正量上的问题 就是不生法相了 就是说你正道 正道无分别境界 你不生法相跟你生法相 你才能知道 什么叫不生法相的境界 否则你刚开始 这个真的是没法讲 这个 嗯 就是一个头脑 你 你知道善恶 你也会告诉他 你不要这样做事 不是你 但是你这儿如如不斗 这儿不斗 而且那种不斗 是因为没有可斗的东西 你会觉得你进入了无我的境界 就是你会觉得无心的境界 不是说有个东西你押住它 控制住它不斗 是无我了 你没有东西可斗 然后呢 你也知道这个世界 它是对的 它是错的 你说的 不带着任何情绪 不带着甚至没有爱 没有恨 没有贪人吃卖意思 没有没有 你就是只是说以事弄事 就说那件事 你别无我无他 就说那件事是错的 基本上在人道是错的 人道有人道的有些规则 我们现在你去说一个人 你是带着你的知见的 你不是说那件事 你是带着你对他的认知 你看有时候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怎么也是对的 你怎么也生不了气 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咋做 你也讨厌他 是不是 说明你是带着你自我的东西 在看一个人 是不是 在看评判他 你没带着自我的你咋批判 所以这都是带着法相 带着的东西 带着过去未来的心在批判 那假如对一个人的话 就是只是记住他的好 那些他做的所谓不好的 记住啥也行 尽量的过去的就过去了 不要被他影响 记住没问题 但是不要被他影响 好也罢也罢也罢 你已经不受他影响了 你可以记住他的好也记住他的坏 但不受影响了 而且你也知道 他那个好跟那个坏 只是在人道上那样的 撬出人道外 他也许就不是那样的 就不能那样下定义 那就叫好 那就叫坏人 那就叫好人 好人也做坏事 坏人也做好事的 你永远没法递 只是说那件事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地点 在那个人物身上 他就叫坏事 只能是在 姆斯姆地姆人身上 那就是做了个结坏事 你站在其他道 你站在其他道 看人家就不是坏事了 你有法律 尽量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 是不受影响 就是很多事都有因果的 你很难去界别 什么是好事 什么是坏事 是不是 你很难 比如说一个小偷 我今天你拿了 他看见有个人 他去偷了他一笔 那个人身上有一笔钱 我把他偷了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也许 他正好拿了一笔钱 要去吸毒 他这是第一次要吸毒 他那笔钱 正好好不容易 抽了一笔钱 他要去吸毒 最好这个小偷把这笔钱偷了 他没钱吸毒了 然后这个人也没变坏 这个小偷拿着这笔钱 可能撅到四月去 或者是做了其他事 也许是 你能去定义这个小偷这件事 到底这个偷是坏的还是好的 你无法定义嘛 是吧 但是 但是你从 如果人力的角度讲 那就一事入事了 这个小偷那一刹那 他就是偷了东西 是吧 你不能说 哎呀这件事 凡事件好事 你看你不偷的话 他可能吸毒就这么麻烦了 是吧 但是 但是这个小偷 但是你在人道 他还是外了偷盗的罪 如果是法律抓住 他还是偷盗的罪 那个 但是在英国上 如果从英国讲 他这个 这个 反而是救了这个 哎 就是你就 你就没办法定义 我是举个例子 有些很特别的例子 是吧 还有 还有还有一个很爱 就是带着 带着印记 就是有 有有有有一个游戏嘛 把很多人叫在这个房间里 然后给他们脸上画了很多 很多古怪的脸 他会画的一道一道的油猜 有油漆 画得很丑 每个人都画得很丑 然后让他们照了照镜子 说你看 你看看看见了吗 你们一个一个很丑 你看看别人对你们是什么感觉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 先先蒙上眼睛 其实那个化妆师呢 曾经拿一注 特别的药水 把脸上给他们洗净了 就是说谁的脸上没东西 根本就洗了 那他们照完镜子以后 然后让他们出去了 他们以为是有的 因为他照了镜子知道 哎呀我的脸画得可丑了 然后他就去了那些火圈灾 那些公众场合排队啊什么 其实他自己认为自己脸上有的 他就觉得很多人的眼光是不对的 然后他就心里那种嘀咕啊 然后回来还让他们汇报呢 然后这十几个人回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 回来以后 这个失业的作者说 你们说说你们出去 那些人会怎么看你 每一个都说他们看到了我 会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每一个都 因为在他心目中 他是个刀疤脸 在他心目中他也就瞎了 哎呀说说那些人歧视财迹人啊 什么的 说那些人对他不好啊 怎么压根就没有出现 那些人从来就没有看到他脸上的东西 是他自己心里的障碍 就是我们带着一些信息 在面对别人的时候 就像我们受过创伤或者什么 当我们自己面对着那些信息 然后坐在别人面前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潜意识里面 我们可能会有些自卑感啊 会很在意别人是不是很在乎我那件事啊 其实你心里对一件事坎克的时候 你就认为他很在乎你那件事 其实他早就把你那件事忘了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关注过你 他根本就没有关心你的过去 但是你带着过去的运气 坐在每个人面前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们是关注你的 你就不能坦然 把过去的信息放开 就是你看所有的人 那些做实验的那些人回来以后 他们都说那些 说其他人的眼光 看他们的样子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说为什么 就因为他们脸上有那些东西 但恰恰他们 后来照镜子 他们脸上全部没有了 他们脸上就是没有带着出去过 但是他们竟然发现所有人的眼光 是对他不一样的 那种不一样来自哪里 来自于他自己的认知 所以我们的认知有时候多么被误解 就是自己把自己导引的 就是你不知道别人对你是什么样的 你自己认为什么样的 别人就是认为 你就认为别人那样看你 其实别人压根就没从来没好好看过你 真的不好意思 就算是夫妻我觉得 一对情侣也没有真的看过对方 多认真的 他永远是照镜子看自己 永远想出别人那个眼睛里看到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永远是这样 你让一对情侣 你问他女朋友长得什么样的 即使很爱 你让他准确地把女朋友的样子给描述出来 他可能会描述 但是他会忽略很多细节 因为他永远看的是你爱我吗 他要发现他爱不爱他 所以他脑子里永远装着自己 他只在乎自己 每个人都是 何况我们那还是情侣呢 何况我们这些 都是插街而过的 举个例子 我们都是一个人走在这个世界上 你以为大家都互相那么在乎吗 是不是 当然是关心呀爱心啊是有的 但是真的在乎吗 真的在乎你今天没长不长 眼睛弯不弯 鼻子大不大嘴小不小 耳朵是长的短的 离鼻子有多远 头巴真的从头到脚 在乎你的身材怎么样 大概看的差不多 你胖了啊你瘦了 过一个月是 你比上个月好像瘦了 又怎么了 这都是随便说说而已 但是你认为他们很在乎你 因为你太看住自己了 就像那些脸上画着 已经擦掉油彩的人走到街上 他回来他就觉得别人看他的眼光是怪怪的 怎么会怪怪的 因为他心里怪怪的 他在乎自己的脸 他心里怪怪的 我们都在乎自己坐在这 觉得自己怪怪的 觉得你们看我怎么怪怪的 你们是把我当成啥看的哦 是吧 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个比如 把自己当成个老师 导致个师傅呢 你就认为别人把你当师傅看 哎 是哦 是不是 但是你也知道你坐在那想啥了 每个人都是啊 你自己认为哎呀 哎呀我今天第一次的我是个客人 哎呀怎么怎么 哎呀很多人 哎呀看我他们不熟悉不认识我 怎么怎么 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主心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每天都是新的 你不要认为你来了好久 每天都是新的 每天每个人都每天重新认识自己 这个不是说哎呀你你你不受关注 说是哎呀你会很伤心说没有人关注我 我告诉你这世界的真意是没有人互相关注 因为顾不上忙的顾不上 因为自己的事情太多 自己每天管不过自己 哪能顾下管别人 就是一般都是到最后自己没事了 就像弥勒佛了什么真的是肚子里能撑船 自己一点事也找不到的时候才管别人 因为没事了就就愁愁这个家伙干啥呢 那个家伙干 因为他没事无聊嘛 知道吧明白了吗 剩下的都是忙自己的活忙不完 是啊太多事情了顾不上 老子里太自我的角色太复杂 带着自己然后看别人怎么看你 看你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 看别人喜欢不喜欢你 就是反正整天就是折腾这些 然后定义他 这就是喜欢我 这就是不喜欢我 就这样定义 然后喜欢我的高兴 不喜欢就伤心 直接给自己的 他们一定就是通常的给自己下种种定义 然后折磨自己 折腾自己 折腾自己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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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